關於第二條條文和第三條 第二條條文很清楚 因為我們九點鐘開始開會 九點鐘開始開會我就宣佈大家要登記 登記發言 因為你如果沒有登記發言 所以登記發言發言到九點宣佈 十點幾止 那當時宣佈完了之後 包括吳委員、周尼安委員 跟當天近南號的民族後 根本都沒有在現場 那其實他們說我宣佈他們發言也沒有 當天包括我的發言時間 我都讓吳委員 我想可以把會議記錄在 那同時他們在要求的時候 我也跟他們講說沒有關係 你們只要在截止登記之前 你們登記幾次 我都讓大家不好意思 但是他們沒有登記 因為根本沒有在現場 所以當天其實已經包括第三條 我想第三條 因為十點之後我們就宣佈了 第三條要開始登記 所以我給大家的時間是十點四十五 一個小時讓大家登記 OK 但是他們沒有進來登記 因為每個條案都是這樣 然後我們才會再宣佈 第四條的登記時間 那他們都有 所以已經到第四條了 都有宣佈 但是很沒有發言 其實我們會給大家一個登記的時間 因為我們注重每個委員發言的時間 但是其實他們說 我沒有讓他們唱曲的議員 也有 因為連我的時間 我的委員 我的時間 大腿都不讓我 我點了 其實我有彈性在撐來 那我是認為說 如果大家要把疫情往前走 那要怎麼討論 我覺得都OK 但是不能夠說 大家議會開會 大家不照規矩 我覺得議會開會 不照規矩 那議會要怎麼開呢 包括院會也有規定 包括所有委員會都規定 不是委員會 那吳秉慧二委員 他是說竹條審查的時候 沒有這種事 我想那個議事規則 規定的很清楚 那因為我也不想要後悔 這個議事大家的情緒 其實很簡單 如果他們運勢要這樣子登記的話 那就變成停止訪問 我們也可以停清楚 但是因為我們會有議事的和解 所以我們也不願意這樣子安置 所以我還是給大家歡迎 那我希望大家還是要照規矩來開會 按照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 所以整個程序是完全按照議事規則 展開開會 尤其是我在宣布 第幾條的時候 我都會講 每會有人幾天招 那你們去登記 登記到今天 那你們要發言幾次 你們就去登記 就這樣子